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动漫娃娃玩 今天咱们要评测的就是他 布莱克王 接下来咱们先看看他在剧中的表现吧 纳克尔星人所操动的怪兽 全身漆黑 头上长着金色的巨角 拥有类似豺狼的面部 腹部则类似雷德王那样生有蛇腹状褶皱 有传言称 布莱克王就是由雷德王改造而来 也有人认为 布莱克王和雷德王是兄弟 布莱克王有着超越一般奥特曼的力量和身体强度 在技能方面 只有一手口吐十万动的热光线还算说得过去 本身长相并不太凶恶 人偶化后反而还有点可爱 看完了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具体的模型吧 布莱克王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金角 金牙和金色的骨刺 整个身体没有太多的特点 没有太多的零碎 也就意味着模型化的还原程度更高 原作怪兽身上的褶皱 皮肤的凸起 尾巴上的纹理等等 在模型上都有体现 当然 在颜色上仍然是个硬绳 看到模型的第一眼 会觉得这个模型还不错 但是经不起细看 这些金色的部位 颜色上的很不老实 不是少了一块 就是超出范围不少 最丑的一点就是他的眼睛了 模型整体看上去还是不赖的 但是这个眼睛说实话太草率了 看上去就很愣很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喜欢的玩具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注文模型名称 型号厂商 没准下一刻进行评测的模型 就是你脾气的 咱们下期再见